欢迎收看这一期国动新报综合报道 第588期新闻重点 首先为您介绍少数民族宣教中心 10月25日与台南自由教会以及跨文化宣教策略联盟 在自由教会主办动员少数民族宣教祷告之夜 青年使命团黄志强传道表示 神使用四个移动来改变世界 分别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以及保罗的宣教 他呼吁神使用属他的百姓成为福音的出口 因此第5个移动将是进入少数民族的宣教行动 使这些未得之民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经历耶稣 此外第48届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10月25日晚上在国父纪念馆举行 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 有好消息电视台主持人刘青燕李轩荣 以考乡读书会夺标 在童书界耕耘了二三十年的刘青燕表示 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将节目之中亲子共读的阅读形态 推到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之中 使更多家庭得到帮助 出身新光邦第一次担任儿童节目主持人的李轩荣 则指出身为一个儿童节目主持人 其实获益最多的是自己 他从孩子的纯真之中看到神创造的美好 也感受到更多的爱可以去传递给别人 以上就是本期国度星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